随着第二届进博会进程的推进 参观人数不断增多 在展会现场AR 5G等技术的创新应用 助力观众观展体验的提升 36万平方米的展区面积 3000多个展位 如何能够轻松逛逛 本届进博会 主办方不仅提供了传统的导览手册 还推出手机AR定位导航系统 比方说我们要去中国馆 它就会替我们规划出一条 明确的路线 那如果我们想要更有体验感的逛展的话 可以选择AR的实景导航 我们跟着这个小兔子走 这个蓝色的路标 就可以一路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根据大家的需求和搜索热度 这套导航系统还列出了 电梯 洗手间 美食等功能区 一键搜索周边信息尽在掌握 本届进博会实现了国家会展中心 及周边区域的5G网络全覆盖 这一技术的创新应用 也提升了消防医疗等的服务保障能力 上海市卫健委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联合中国移动等 共同搭建了5G进博会 应急医疗保障平台 运用5G技术 可以实现医院和救护车的无缝对接 能够把病人的生命的特征 实时传递到我们的急救中心和急救室 大大提高了院前急救的效率 继续感觉